年关将近瑞瑟湘农会 今天上午是召开了李建市会议 除了是省议各股部会晤 中干事黄胜黄也简报说明了 今年度的工作目标 李建市高规格紧盯执行的进度 而到了对于中干事黄胜黄这三年来 既往开来创新格局 会晤展现了全新样貌 利建市今年度也就特别给 中干事黄胜黄的年度考基加分肯定 瑞瑟湘农会在年节前戏 特别召开李建市会议 中干事黄胜黄亲自带领各股部主管 列席进行年度工作汇报 针对李建市关注包括加工厂工程 复原超市整建 以及办公大楼建置太阳能板作业进度等等 中干事黄胜黄也图文并茂 逐一简报详细说明 设备维修师 设备维修师是用partite的 田间管理人员 机械机械人员 包装人员 勤结人员 大概会有18个人员的工作机会 瑞瑟湘农会在总干事黄胜黄的带领下 安然走过疫情冲击 各股部业务稳定成长 另外工作计划的推动也如期上轨道 李建市们也特别给总干事年度考基来加分肯定 在此希望大家各位的监视 能够继续支持民会 各位主任也能够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整个最最香的民会来打拼 总干事也差不多不错 我们的业绩也都不错 我想这个奇怪 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能获得李建市的高分肯定 总干事黄胜黄 万分感谢李建市会的力挺 还有农会员工的辛劳付出 以及农民的配合 并且也将带领农会团队 按部就班的逐一推动执行 今年度的农产业建设计划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 麻烦地印刃 您膜却赏助紧